中共大肆抓捕维权律师已经进入第六天 最新统计数字到今天下午三点 至少有183名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遭抓捕或约谈 范围更扩大到24个省份 而这起事件当中 第一个遭到绑架的维权律师王宇和他的丈夫 已经整整六天音讯全无 我们的记者致电北京当地派出所 司法局甚至是律师协会都无法得到相关讯息 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 截至15日为止 至少183名维权律师或人权捍卫者 遭到中共当局抓捕失踪或被约谈 范围波及24个省份 中共扩大抓捕律师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也联合谴责 对近期针对中国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进行大规模拘捕深感震惊 相信这一波压制对美中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倒退 而这波抓捕第一个遭绑架的维权律师王宇已经失联超过6天 目前仍旧下落不明 记者致电北京朝阳区派出所询问得到的回应却是 可以会见吗 见不了 你要是想见他的话 就是具体关在哪了 直接上人看中所找去 你要是查的话 先让直系签署来查 我现在答复不了您好吗 你海外打过来了 司法局部门很多 二十多个部门呢 我不是管律师的 中共司法部 北京司法局 北京陆协都回应陆媒称 少数律师姿势 扰乱社会秩序 不过北京司法局网站上还显示网语职业状态正常 并有职业正好 海外网站披露中共中宣部对此事下禁令 只能以权威媒体的报道为准 新唐野太电视 陈真章轩 台湾台北 怎么到